如果你也喜欢吃鱼 那今天的煎鱼一定能满足你那挑剔的味蕾 这种鱼已经不知道在水面漂浮一年还是半载了 相当的新鲜美味 刚从恒河边捕捞回来的鱼 为了维持极致鲜美跟嫩滑的口感 老板会马上进行油炸 确保鱼肉的鲜甜 沾上面浆就可放入油锅 根本不需要过多的处理 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只有原汁原味才能品尝出鱼肉的美味 本来想买条鱼给好朋友补补的 他说昨天刚吃过 现在双腿都蹲到发麻 只需油炸三五分钟就行 炸到橙红的外表 就可捞起控油 吐出多余的油脂 这油怕是比老板的时间还长 很好地呈现出与恒河负营养的状态 小鱼应该都是一家子 油炸后都要粘连在一起 不舍得分开 真是他喵的离谱到家给离谱开门 用月刃刀把鱼切开 包姜的菜板总是能带来一定的口感 鱼放到平底锅里进行煎 无需多时就可出锅 鱼香四溢 飘散在空气中久久不离去 一份简简单单的煎鱼就制作好了 酥脆的外皮 内里的鱼肉松软又有嚼劲